温州与世界之二 走近温州的外国人 第一章 古代飘到温州的外国人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了解到古代飘到温州的新罗太子和古代飘到温州的琉球人 夏秋交替的时节 从太平洋海面吹来的台风几乎每年都会影响温州 史书上记载了多次 外国人因航船遭遇狂风暴雨 被台风吹到温州来的情况 销到温州的新罗太子 沿平阳县昆敖路南行 新罗山山脚下有一座美红色的新罗太子冠 里面供奉着一位新罗太子 关于这座新罗太子冠的由来 有一种说法是 唐高宗时期 新罗太子金医率领船队 打算渡海去唐朝为官 不幸途中遭遇狂风 飘流至平阳南极海域 溺水身亡 当时的平阳县令按朝廷旨意建了追悟新罗太子金医的庙 飘到温州的琉球人 琉球国是存在于琉球群岛的古代王国 原延又四年 来自琉球群岛 琅古岛的六十余人 原本要去东南亚进行贸易通商活动 结果中途遇风 大船毁坏 飘到了温州 被当地民众和官方救护 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清朝时有多起类似事件发生 清雍正八年 琉球二章 近代传教于温州的外国人 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据调查 温州现在的基督教信徒 大概占14% 这样的数据是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 温州范围内基督教的发展史 绕不开一个传教士 他的名字叫苏慧莲 苏慧莲 英国人 生于1861年 1882年来到温州 1907年离开 前后在温州工作了25年 作为一个传教士 苏慧莲决定效法耶稣门徒保罗 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 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 到了温州 就和温州人在一起 做温州人 做温州人 他碰见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 不少人认为温州话是中国最难听懂的方言之一 在美国全国访播公司NBC 2015年推出的电视剧盲点 The Blind of Sport 并美国翻译官一筹莫展的温州话 被信称为 Devil's Language 苏慧莲向本地牧师和周边的人学习温州话 他用拉丁字母给温州方言注音 竟然只用了半年就能用温州话步道了 后来还成为了温州方言专家 攻克语言难关之后 他很快发现 城里人大都忙于生计 对于外国传教士而言 在大城市传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苏慧莲在温州的25年里 乡村传教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岳青李敖的教会 是他在温州岳青拨下的第一粒种子 1890年 苏慧莲在岳青虹桥东横街 建起了一座可以容纳600元的歌特式教堂 直接主持建造的教堂有 岳青虹桥堂 永家风陵堂 碧莲堂 温州承西堂 瑞安崖后堂等 其中承西教堂建筑最为宏伟高大 苏慧莲 苏慧莲是把西方医学引入温州的第一人 在准备做传教士时 他曾接受简单的医学训练 这是传教士的必修课 因为当时东西方气候水土差异很大 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得病的概率比较高 学习点医学知识 最起码可以自救 他们还会随身带点奎尼 阿斯匹林等常用药物 苏慧莲刚到温州 靠着这些药物和微薄的医学知识 未来听到的人治疗瘧疾 感冒等常见病 较之中药 西药更迅速见效 因此显得非常神奇 苏慧莲的神医名声在外 不少病人目眠而来 1897年 苏慧莲创办了定义医院 后被并入白磊德医院 不论是规模还是设备 白磊德医院都是当时温州最好的医院 这个医院也就是现在温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 除了创办医院 苏慧莲还在温州建立了学堂 普及西学 1897年 他开办了异文学堂 苏慧莲不仅是一个中国通 还有一颗热爱中国的心 1935年 临终前 苏慧莲在牛津寓所 对中国留学生郭子雄说道 国家不会亡的 一个人可以死去 一个民族绝不会被消灭 短时期受外国压迫 在长久的历史中 不算什么事 你们不要太悲观 努力 努力向前去 下面我们来学习 温州与世界之二 走进温州的外国人的第三章 现在来到温州的外国人 温州 我们学习留学温州的部分 留学温州 在温州留学的国际学生 来自全球四大洲的七十多个国家 其中 非洲的留学生人数最多 留学生在温州 学习医学 商务汉语 国际贸易 机械工程 土木工程 通讯工程 国际法在内的十多个专业 见证茶山大学成巨变的王汉 王汉在温州大学 和温州低科大学 都有求学经历 四五岁时 王汉看了一部中国的电视剧 《西游记》 剧中的奇幻神魔世界 让小小的他叹为观止 后来 李小龙 成龙等功夫明星的电影 他一步不落 在幼年王汉的心目中 中国人各个身手了得 人人会飞檐走壁 出来茶山时 四处施工的住宅区 与校舍区 迷命的土地 随处可见的工棚 让王汉 让王汉觉得温州的大学城 与非洲的地区相比 差别 差别并不大 但数年过去 他亲眼见证了茶山镇上的 座座高楼 拔地而起 从商务中心 到幻象城 各个消费综合体 不断建成发展 交通设施日益发达 方便快捷的手机支付 让他不带现金 也可安心出行 而且 在温州学习的七八年里 他与很多温州朋友 建立了深厚的情意 见证了温州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2年刚到温州时 他感受到了文化隔阂 造成的偏见 随着来温州求学的 外界人士越来越多 当初的那些惊议和偏见 也早已消失 王汉已经将温州 设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打算成立一家 为温州和加纳人民 相互往来 如旅游 求学 经商等 提供帮助的中介公司 他希望 以自己的努力 架起两国沟通的桥梁 让他的两个故乡 联系得更加紧密 成为网红的爱彭达 2010年11月 19岁的爱彭达 考取了温州医科大学的 临床医学专业 2016年 阿达开始在温州医科大学 硕博联读 攻读甘党外科专业 除了学习专业知识 波及音乐和表演天赋的阿达 在温州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2014年 阿达参与温州市文明办 和温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温州都市报承办设置的 全媒体情景规矩 《跟我学温州话》 在其中一集蔓延牛三金一决 所有台词用温州话讲 该集已经推出不到一天时间 收获了15万多网络点击量 阿达也因为牛三金这个角色 被大家所熟知 2020年1月 武汉疫情牵动全中国人民心弦之时 阿达白天在茶山街道防疫检查点 执勤 为进出人员测量体温 晚上填词 录制了一首抗疫歌曲 阿达战役rap 声援武汉 声援中国 向运行者致敬 唱出了中国力量 也传递了战役必胜的信心 同学们 我们学习了走进温州的外国人 第一章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部分 了解了一些古代教导温州的外国人 一位近代在温州传教的外国人 以及几位现代在温州的留学生 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在这部分温州的词汇 太平洋 太平洋 台风 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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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庙 岛 基督教 传教室 教堂 医学 医学 中药 西药 医院 学堂 改革开放 沿海 中 专专 专业 工夫 大学成 手机支付 现金 中介公司 网红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下节课见 咱 咱 团 fault